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各地的天气都非常的炎热 尤其在北部中部 甚至基隆北海岸 最高温度都曾经达到33到34度 而明天天气会转凉 详细的情形 首先来看卫星云图 云图今天还是陆陆续续 有零散的云系通过台湾的上空 不过这些零散的云系 大部分只在山区 还有东部地区 造成比较零星下雨的现象 而明天 北方的高压会慢慢地南下 而当高压南下到长江流域的时候 台湾附近的东北风会增强 而且会从北方带来凉爽的空气 所以北部东北部地区 天气会变得比较凉爽 可能的最高温度 顶多也只有26度到27度 跟今天比较的话 差了6到7度之多 天气条件应该还是持续维持多云稻晴 只有宜兰花莲一带 可能出现宁星短暂雨的现象 不过在转凉的同时 找出晚归提醒观众朋友们 还是要适当地添加异物 以上将资料由庄向局提供 明天台湾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至于在气温方面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详细资料 好 看到北部地区除了新竹 看得到阳光之外 其他地方的云层可能比较厚一些 气温是20度到27度 中部的苗栗台中江化南投和云林 都是晴时多云 气温最低21度 最高28度 而在南部的嘉义台南和高雄 也都是晴时多云 22到29度 屏东是多云的天气 东部地区的宜兰和花莲是多云 有雨20到27度 台东多云22度到28度 在外岛部分澎湖是多云 金门和马祖都是晴时多云 好 我们再来看看 未来三天的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这一夜我们看到在北部地区 跟中南部都一样 明天出现阳光之后 接下来可能要变天了 变成多云或者是多云有雨 而在东部接下来三天的天气 都不太稳定 都是多云有雨